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Kim 那這次我要再來做一個新的新手教學 這是新手語點的教學 那我在這邊釣的東西是 我現在的地方在Old Work 也是在古堡這個地方 位置在H4 坐標在5649 可以看到在這裡 這是VK上有人分享的一個釣點 俄國人分享的一個釣點 然後我在這地方釣的東西呢 主要是想要釣這個Grist 就是銀釣魚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晚上 我稍微小小釣了一下 我沒有用正確的,我到時候在試了 所以這個量不怎麼樣 但我有找到比較合適的人 然後你基本上也不需要打球 那也可以上就是不錯多的銀釣魚 這樣子 然後 現在先來把這條魚先拉起來 至少就不是銀釣魚 有時候這邊的魚有點雜 就是你要使用的東西 釣組都是這個樣子 那 就跟之前的銀釣魚的影片是一樣的 銀釣魚的重點呢 就是在於說你的線 你的最後一段線呢 絕對不可以太粗 你的線的粗細大小呢 如果你可以用銀線的話 用2.4到4.4公斤之間的銀線 如果你只能用Mono線的話 你記得要用比較細的Mono線 一般來說 我會建議你使用3-4公斤的Mono線 那 釣魚釣魚的話 因為在這裡會有一些其他魚 所以你的線一定要長 但是你絕對不可以用編織線 用編織線的話 你就釣不到了 釣小魚都是一樣 那在這裡的卡管呢 是20公尺的卡管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20公尺卡管 然後你要丟的目標是 朝著你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木頭 在這地方朝著這個木頭往前丟 現在這個天氣比較不好 所以比較 就是我釣魚是比較少的 那朝著那個木頭丟 瞄準這個木頭 往這個方向這樣子 丟過去 卡管20公尺往前丟 那這丟的話 會是在哪邊呢 會是在 這個水域裡面 這個水裡面 那你也可以走到對面來 然後往這邊卡過去丟 這差不多是15公尺左右 如果從另外一邊的話 那你要用的耳呢 會用甜麵糰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沒有開到甜麵糰 你先用那個 你先用一般的那個 就是小蚯蚓也是可以的 但是用小蚯蚓有一些 就是比較危險的事情 就是你可能會上 像是 一些其他魚 那在這裡呢 你可以用甜麵糰或是什麼 但是你千萬不要用 千萬不要用 千萬不要用 豌豆粥 你用豌豆粥的話呢 會上那個 原副亞蘿魚 蠻危險的 原副亞蘿魚 力量蠻大的 你用這麼細的引線的情況之下 會很難拉回來 盡量用甜麵糰就好 然後 如果不要用 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真正當麥粥 也不要用 也不要用大蒜麵糰 麵糰 這兩個會上歐邊 歐邊也是比較大的 就是你 帶起來會 釣起來會很累這樣子 你看到 如果你用的是這種 小鳥鷹的話 你有時候會上很多 小雞雞 就是那種 很小隻的山花這樣子 不是 我看他們在講山花 就覺得 小隻的那個叫做歐邊 這樣子 那 反正 就是這邊的魚 這邊的魚呢 如果你用甜麵糰 你晚上很容易上這個 就是 銀釣魚這樣子 蠻簡單的 就可以上了 你看到 我現在也沒有掛 我也沒有掛球 那你上魚率 還算還不錯 那樣子 我小小小 小小 短短的 短時間的釣一下 我相信收入 應該也是還 OK 這個好像有了 在這裡呢 一樣 如果說你 你的那個 我不知道你的竿子有沒有 我的竿子的地方 有這個 這個 竿頭的這個 載重 你盡量把它調低一點 我調的是14 因為 銀釣魚是小隻的魚 所以盡量調小一點 會比較 會比較安全 這樣 不是安全 比較敏感 可以 就是可以試試看 這樣子 那缺點就是 你調那麼弱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碰一下 就會有那個反應 然後 然後 就跟我之前的那個講一樣 但你 你有這個 你有這個東西之後 你要記得 你有就是 你有鏟子之後 你要記得要有那個 煮水器 然後煮茶 然後準備茶 然後就是 中間一直補充的那樣子 就是一直挖 一直挖 才是一個免費 可以讓你 獲得 技能的一個方式 那因為你現用的比較弱 所以你同時也要 你同時也要小心說 就是 你可能 你可能那個 就是 你可能就是一開始的那個 摩擦片的那個 力量是過大的 像這樣子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就是 我在用這個的時候 我都會先把摩擦力的 那個摩擦片的那個 數值給它降的很低 然後我再一點一點 往上拉這樣子 這是我能夠 建議你的部分 然後下雨天的時候 這個就是 你的精神 你的精神狀況會比較差一點 舒適度會比較差一點 然後所以你 你需要就是 像我在這邊 我是直接喝酒 如果你有錢 當然可以直接喝酒 那 如果你沒錢的話 就是一直喝茶 這是為什麼你需要煮茶 這樣 所以說 我差不多掉了 20分鐘左右 前面 用一些東西亂吃 差不多30條魚 那 我相信如果全部都用 甜麵團的話 這個 銀釣魚的數量 應該是不會太少 那 那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 建議的東西 那就是盡量使用 我說的 這樣子 一定要用 這裡要用甜麵團 現在這個時候 要用甜麵團 這樣 然後 然後 然後這條就是一個 大隻零釣魚 這樣 所以你可以 在這裡 你可以用甜麵團 你也可以用一般的 小蚯蚓就可以了 然後 有點耐心 稍微等一下 那另外就是 點數的事情 點數的時候 如果我是你 我就建議說 你在升等的過程 都不要點 比如說你在 在20等之前 都不要點 我在20等之前 我是都沒有點的 應該說 我有點 我點的東西就是只有 比如說怎麼樣使用 決線器啊 這是共用的 所以你點這個的時候 在spinning裡面也會有 在這個 match裡面也會有 這樣子 這是共用點數 然後還有就是怎麼樣超乾 就是 使用吊乾 我有點以前 那我現在我是建議你說 不要點Feeder 不要點使用Feeder乾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使用Feeder乾其實蠻不必要的 到之後 其實你上20等之後 除了像我這種人 會回去 會回去 來做這些東西 影片給大家看以外 其實基本上 大家都是用鯉魚乾 都沒人在用那個Feeder乾 這樣子 所以 就是 我能夠 跟大家講的事情 那 點數部分 我真的就是建議你 就是你 上高等前 想清楚之後 再想說 要點什麼 那如果 沒有想清楚之前 就真的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去浪費你的點數 因為洗一次點數 是很貴的 然後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去賣魚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魚龍是怎麼樣 的情況 然後這邊的魚 蠻雜的喔 如果你有能有球的話 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如果沒有球 如果你要能夠用 銀釣魚球 那就是做銀釣魚球 這樣子 會比較好 蠻不錯的 如果說不能用球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就 照 照來 照釣 然後反正你看嘛 不用球也是一樣 會上大的 那我現在就去賣一下魚 讓大家看一下 拿屬紅就可以第一了 原來如此 然後 不要在我這邊 問說 就是 問說 就是 哪裡可以找到外掛 為什麼我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哪裡有外掛 我從來不用外掛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點 差不多掉二十幾分鐘 就六十 六十塊錢 所以如果你掉了差不多一小時的話 應該會有個一百多 然後 前面 這還包含我前面 在到處試耳 就各種亂試耳 然後會有一些奇怪的魚出現 那我就是建議你 我試耳試到最後 就是唯一有用的就是 比較有用的就是 鐵面糰 跟這個小球影 這隻小球影 就鐵面糰 跟 小球影 這樣子 然後鐵面糰呢 你 鐵面糰呢 你開的時候 最後應該是在 呵呵 好像有點高等 沒有 這裡 開的地方在這裡而已 還好 所以就是你要怎麼樣升到這裡來呢 很簡單 除了挖土跟 你就可以去買麵包 然後做這個東西 然後這也是很快 但是 我盡量建議你就是 你先挖土挖挖挖 挖到可以做那個 ProBody 就是珍珠大麥洲的時候 去買珍珠大麥洲的原料 然後去做 做到這邊就可以開鐵面糰 就可以來做鐵面糰了 這個是比較經濟實惠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呢 可以幫助你掉歐邊 所以我建議你用這個做 就是我能夠跟你講的事情 然後 不要忘記就是 要去咖啡廳裡面 教任務 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 你看到這個地方有7個 7個300克的 有3 4 5 6 7 8 1.85 不要忘記就是剛剛那樣子 你是有 就是才 六七十塊 你現在有一個這個外塊 那我就可以直接買了 這是 能夠建議大家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為什麼 收到魚盡量 現在就是你在低等的時候 收到魚盡量 全部都收起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但是 一樣 不要特別去追咖啡廳的任務 雖然咖啡廳任務有很多 但是 不一定 掉的到 所以說我就是建議你說不要 呃 不要特別去追咖啡廳任務 其他東西就是 隨緣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沒差 那 就是這樣子 那 所以你就看到 搭配咖啡廳的話 我現在一個小時100多 這是我能夠跟你講 就是怎麼樣做 會比較 就是經濟死亥的 任務 這樣子 然後 呃 我 呃 珍珠大麥之後怎麼做呢 你要去食物食品店裡面 然後去買 這個 買這個 然後回來放到工作台上面做就做出來了 然後你 呃 你甜麵團要怎麼做呢 甜麵團這裡需要的是麵粉 牛奶跟糖 糖的話 通通都在這裡 麵粉 牛奶跟糖 牛奶也就買最平均的牛奶就可以 也就是這個 這個巴士殺菌牛奶 然後 呃 麵粉在這裡 然後 跟糖 在這裡 這個是稍微會貴一點 所以一次不要做太多 就是大概做個 可能一次買個十個吧 買個十份吧 然後先做一做這樣子 你就大概會有個 五六百顆 應該不到 應該可能有個三百顆左右 兩三百顆左右吧 先這樣 這樣子掉 因為 你不一定下次的餘點 還是用這個東西 這是一陣一陣的 所以說 就是留著這樣子 就是我能夠跟大家建議的東西 好 然後 我就在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 我是Kim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